現在是8點43分 起床囉 吃早餐了 GO 到C5K1啦 等一下同學要來聽課啦 聽台灣賽車第一人蔡承陽如何講課 以卡丁車來講 它又有一個別程式 初階方程式 像我們一般卡丁車 它很簡單 它就是一隻方向柱 連著兩根拉桿 就接著前輪的 所以它的反應 跟我們騎腳踏車一樣 1比1 你轉多少還要動多少 這個是比較馬力大的 等一下我們要體驗的 我們要先走初階的 GX270的引擎 然後這個馬力大概是28匹 然後我們等一下玩的那個 體驗大概是9匹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先煞車 跟烙槌這樣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們先個別知道 各位的一些優缺點 再來針對性的稍微調整 因為剛剛你們老師有說 你們有點衝嘛 那其實衝不是不好 因為你要衝 你才知道極限在哪裡 只是說你到了超過了 在這邊就是負責教各位怎麼收 衝你們個別去衝都沒關係 因為賽車場反而就是一個 封閉式的賽道 你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但是遵守幾個遊戲規則 這樣子就可以了 OK 啊等一下你可以看那個啊 等一下弟弟會下場啊 你可以看一下人家弟弟在看 那個計機車這樣 那個速度就有差 速度感就有差 哇 啊 啊 沈 啊 太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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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最後一個 第九關出彎的時候 是一條大直線 我們工作人員擺錐的時候 我會慢慢的繞 那大家就跟我一樣繞 不用很快 不用很緊 因為其實那種繞錐的概念 就是要讓你掌握 我轉多少方向盤 車子動多少 然後速度快或慢 看車子的轉向 反應好不好 就這樣而已 不要把一口氣把車子全部撞倒 撞倒的話都在那裡 怎麼KD都無限改裝呢 那到底懂嗎 其實我這樣子講 如果大家的實力水平 當然都超級接近 我對改裝叫做差 因為其實我們講的 引擎的輸出差異性 可能就是百分之一 98差那一兩趴 我個人覺得啦 比如說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客人 你給他一個可能 改好的引擎 他會因為人沒力這件事情 失誤 失誤 所以你該把握的東西都沒把握 所以反正沒有意義 對 榴槤 來泰國王子這裡 當然要吃榴槤 我這個姿勢可以擺個五個小時 就為了欣賞這一片 真的滿不錯的 我真的滿喜歡來住鄉下的 欸 你這樣講的一直想一下我的不好 呵呵 好啊 身高最高的 來你這邊坐這台四號 腳踩那個裡面 直接踩那個椅子 腳踩椅子 正常是腳踩椅子 對 然後手扶方向爬 對 扶椅背對 然後腳放下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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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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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你第一腳你不敢踏 因為他可能有失控的關係 所以你第一腳一直不踩不敢踩 你第一腳踩中 然後手抓緊一點點 對 你第一腳中完之後 欸如果要飄之前 放 喊 再輕輕地喊著就好了 他就會很聽話啦 齁 好 我跟你講那一腳煞車就太重了 他重過頭有沒有 然後車子開始擺 然後我跟你講齁 你在踩煞車的時候 你的手一定要稍微用力握 為什麼 因為卡丁車他沒有任何的緩衝 他很直接 他打滑就打滑了 所以當你下煞車的那一下 你手要稍微出力 然後他開始要飄之前 手稍微就是頂著 然後稍微煞車放再踩 放再踩 我跟你講 這一次就做得很好 第一 第一腳再重一點點就好 但是不要拖多了 OK齁 好 踩成完 這是我們趙勢木翔的西湖 控肉飯 超好吃的 厲害 每次比賽來都會吃 好吃 這無庸置疑就不用演了 嗯 好好吃喔 天啊 天啊 不會吧 走這個 好吃好吃 嗯 嗯 賽車營到這裡 畫下一個據點 我們要回台北了 蔡成陽叫超棒的 一定要來給他叫 讚 讚 超級讚 掰掰 掰掰 這一次比較好 這一次 會煞車了 就比較好 對 全部都切內心很好了 很好玩 超好玩 真的真的不擠 真的那個更不用吹 真的不吹比較快 就不會在這 有錄起來吧 真的不吹比較快 會比較順啊 而且都切內心 都不會也不會 你會擠啊 會擠就是不對 決賽了 好好開喔 GO 快點 停好 停好 好 停了 好 停了 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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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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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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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